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请不要告诉我 你的心是狂事业 我心甘情愿和你找心离别 只要你不得我 如果在心里有个我 那么一生真实的依静 有多差别 多少柔情 多少泪 多少只追尽你很远是非 我知道我得到的不可爱 我只想和你抱怀一回 爱情的花 爱情的花 有多差别 无论是非 我只想和你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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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差别 无论是非 多少心里憔悴的真语 真语 无聊的永远是那么迷 我只想好好回 在上面 说 谁叫你来杀我们大帅的 打死我的不说 信不信 给你枪毙了你 那就打死我吧 想死 谁想出该死 谁那么容易 乖乖的告诉我 谁叫你来的 我不说 乖乖的你说 人生就得仇死不能 看看这个烙鸟 烙在你脸上 不知道是什么 不要 不要 你坐在我门口干嘛 看着你了 怕你出事情吗 那我去双摇洗脸上厕所 你也看着我 不想你出事吗 忠诚 你觉得 我一个人跑去为爹报仇 是不是有点鲁莽啊 对 那我这么做 大姐会不会生气呢 连我都生气了 更何况大姐 那我是不是应该 等大姐回来之后 再跟她商量啊 我也不知道跟你讲过多少遍了 那好啊 怕再讲的话你会不高兴 就只有天天看着你了 你去哪我就去哪 真是委屈你了 不过啊 以后你就可以放心 不用这么辛苦了 你就安心的去睡吧 跟你讲过多少遍了 你还不开窍 还要拿炸弹去炸人吗 不是啦 我是想通了 我觉得 我真是应该等大姐回来之后 再跟她商量一下 你真是这么想的 当然了 那好啊 把炸弹交给我来保管 去拿喽 在床下面 好 以后我还是不要这么鲁莽的 好 没事了吧 还说呢 心死我了 我再也不去厕所了 这车厢哪是人做的 简直是猪卷 现在不比以前了 现在每一份钱都要省着花 忍耐一下 马上就到 这没想过 会过这种苦日子 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大姐 这件事完了以后 有什么打算 什么打算 女人的打算呢 找个好的男人 找个好的男人架出去 实实在在的过日子 哎 大姐 其实我觉得苏大哥 是个靠得住的好男人 一心一意的对你好 怕家里有钱又有事 这次回去啊 好好把握机会 别再摆小姐架子 不理人家 又来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现在没有心思想这些 除了报仇两个字 也要为自己打算啊 我可不甘心过这种穷日子 这么好的男人不抓紧 等有一天你确定了 人家早就被别人抢跑了 你要是喜欢他 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哦 你说的 等我们回到上海啊 我就找苏大哥跟他表白 应该怎么跟他说呢 直接说我喜欢他 太那个了吧 拐弯抹角的 又怕他不明白 哎 大姐 怎么跟他说好呢 生气啦 我干嘛要生气啊 开玩笑的 我怎么会跟大姐争男人呢 何况他喜欢的是你 死丫头 再闹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呀嘴上说不要 别人想要你我不喜欢 别逗了 不是吗 大姐 就算把这些都加起来 也只有四千二 还差八百 对啊 那我们就算砸锅卖铁 也凑不住八百块啊 我去找苏少爷 让他陪我去找老爷子那边商量一下 看能不能少收一点 一个早都不能少 爹 五小姐为了凑足这四千两百块大洋 已经倾家荡产了 您就高抬贵手 别难为他了 五小姐挺有本事嘛 四天之内就筹到四千两百块大洋 我很佩合你 老爷子 剑鱼用人头担保 剩下的八百块大洋 我一定如数奉还 绝不反悔 您就收下这钱 履行诺言 你不要说了 家有家法行有行规 我们青帮就靠着规矩两个字 八百大洋是小 坏了规矩是大 我要是收了你这笔钱 就等于毁了我们青帮自己的规矩 阿德 在 送客 是 老爷子 十天之内 我一定把八百大洋给您送来 请您出言有限 替我父亲深渊报仇 剑鱼 快起来 爹 去去八百大洋 对您来说算得了什么 难道真的要逼她卖身跳火坑吗 混账 古小姐不懂规矩 你也不懂吗 你在江湖上混了四十年了 什么阵势没见过 古小姐 你就是跪上三天三夜 我也不会答应她 老爷子 请您留步 老爷子 差了八百大洋 我来想办法 别求她 你敢给她一分钱 这单生意我就不干了 你 欺人太甚 你要恨 你就恨这个欺人的世道 出尔反尔 你这还算是亲帮的老大吗 当年 你恨我这个亲帮老大 北上四年 一去不回 连个家门都不肯进 如今 你为了这个女人 倒看来求我 求我替你出手 你不是出尔反尔吗 你看不起我这个当老大的爹 有本事 你就不要来求我 我从前瞧不起你 我现在更加瞧不起你 站住 去给你娘 上主相去 你心里还有我娘吗 当年我娘兄弟被人罢了票 娘跪着求你拿钱赎回他们 你却顾着你的相互名声 眼睁睁睁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被撕了票 我娘子才一病不起 每一个月就厌弃了 我娘都是被你害死的 你简直擒手不如 你不是我爹 我去劝劝她 苏大哥 苏大哥 少爷 少爷 为了我 你们负责反目成朝 我真的觉得对不起 说对不起的是我 没办法帮你报仇 反而受到老爷子的羞辱 我真的不知道 你们父子之间有那么深的结怨 为了我 让你来求她 受我的不好 算了 只要能帮你完成心愿 受再大的屈辱 我也肯做 现在最重要的是 凑足八百大羊 是 我好担心你哦 担心什么 我又不会死 瞧你 每次老说死要死的 多不吉利啊 我不爱听 老子打仗出身 一辈子出生入死 这阎王殿里 都不知几个来回了 最不怕的 就是死 好了 我们别说那么多了 我特地请了殷先生 找了个山东师傅 做了您爱吃的家常菜 我陪您多喝几杯吧 以后啊 咱们就出去吃 我特地讨您欢心的 您不喜欢吗 喜欢 喜欢 叶红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这殷先生 是我请来的谋士 以后就不要把他当管家来指使 嗯 大帅啊 少敏小姐来信了 好 少敏这孩子啊 还是那么贪玩 你看 他信里说 在英国还要多待一阵子 今年春节就不回来了 少敏小姐留学英国半年了 如此的勤奋好学 一定长尽良多啊 哼 学个屁 我的女儿我最清楚 她一定是被那个外国的花花世界 给迷了眼 乐不思蜀 把我这个老爹给忘了 我猜啊 少敏在外国肯定谈了恋爱 来 不管了 咱们吃饭 来 爹 我们得到准确情报 梁广的革命军正在密谋二次北伐 来势汹汹 我们可不能坐以待毙 我认为 我认为应该立即出兵 剿灭叛匪 我愿意带领一支先头部队 赶往梁广 坚敌于不备 英先生 是呀 你的意见 革命军盘踞梁广屯兵几十万 又有华侨数额巨大的捐款 这可是一块硬壶的 不好啃啊 如果他不犯我们 大帅乐的和他们相安无事吗 可是他们现在是要打我们 兵家大计 就是先乱了自己的阵脚 丁先生 你接着说 一旦他们决定北伐 战线拉长 这块硬骨头可就变成了软皮蛇 到时候大帅只要捏住他的七寸 非常容易的一节一节的脊碎 片甲不留 那是任由他们养兵千日 真到用兵一时的时候 只怕我们就被动了 我觉得还是要先下手为强 你呀 还是多看看兵书 再来给我们讨论用兵之道 您先生 请您打个电话 说我这就过去 让他们准备好 好的 都兵临城下了 您这还有闲情意志出去玩的呢 大帅 那两个刺客还没有抓到 这个时候您去那儿恐怕 哼 要是一两个小毛贼 就能把我给吓唬住 那我就不是五省联军的总司令孙孝秋了 走 是 各位大爷 各位大爷 今天不能让你们尽兴了 你们改天再来吧 改天我来陪起你们 好吧 这个顾老板好大的来头 玉娘竟然如此给他面子 哎呀 这顾老板究竟是何许人也 你说这顾老板一下子就把这长餐堂给包了 我倒想见识见识他的庐山真面目 哎呦我的大爷 你们不厌为难我了 哎哎 这顾老板每次来啊都不许有其他客人的嘛 对不起啊 送客送客了 好 哎 好 谢谢 谢谢 下次来啊 送客送客了 哎 艳萍啊 哎 快点梳妆打扮迎接顾老板呢 哎 姑娘们 姑娘们 快点梳妆打扮换衣服了 跟我来啊 顾老板好 请 顾老板 好 哦 哦 顾老板 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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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别人上长三堂都是为了找乐子 你每次从那儿回来都心情沉重 别人花钱买醉 我花钱是为了买回忆 不一样 人都死了那么多年了 您到如今都还不能释怀 她的死让我悟出了一个道理 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压迫人的 一种是被压迫的 那时候我是第二种人 我和她被压迫 不止要生离 还要死别 我抱着她冰冷的尸体 我发誓 我绝不再做第二种人 我受够了 我要成为第一种人 人们都骂我 是杀人魔头 我不在乎 也正是因为她的死 激励了我 我才有今天 永远不被人踩在脚下 我要做 压迫人的人 大姐 你也吃一点呢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你会累倒的 我根本就吃不下 这几天我都没睡好 我在想 用什么方法 才能弄到钱呢 坐在街上卖画 就能赚到钱了 他们回来了 或许卖画可以赚到钱的 我看到街上 有的人就是这么干的 一张画能卖几块钱呢 等你凑住了八百块啊 头发都白了 一块两块也是钱啊 总比坐在家里面 等着墙吧 成天看着你们 愁眉苦脸的 我真是恨自己 丹丹 你让忠诚去吧 忠诚 街上人多 车子啊 要小心点 天黑之前一定要回来 别让姐姐担心了 小心一点啊 大姐儿姐 你们就放心吧 我肯定能把画 卖回钱来的 不管你能不能卖画 我都知足了 早去早回啊 好 你自己去 我也不放心 还是我陪你去吧 好啊 好一起去吧 姐 忠诚的话 真的卖到钱吗 不管他能不能卖到钱 我已经很满意了 白鹿 你不觉得忠诚 成熟了很多 长大了很多吗 对啊 其实他们跟着我们 跑来跑去 又累又瘦 爹在天之灵知道了 一定很心疼 大姐 我们去找苏大哥 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那不行 为了我们的事情 已经麻烦他很多了 我不能再去找他了 苏大哥 你来了 燕平 我有事找你 没事你就不会来找我 这酒是我特地给你留的 我还让他们烧了小菜 今天晚上 我好好陪你喝几杯 燕平 我真的有事 想请你帮忙 有什么事 我们边喝边说嘛 来 我先干我一敬 喝酒 总要有个名堂吧 好啊 名堂你说 我敬你这杯酒 谢谢你帮我这个忙 谢我 你都还没说什么事呢 一定知道我帮你啊 我知道 你一定会帮我的 好 你说 我要跟你借八百大洋 八百个大洋 怎么 你欠人家钱呢 还是你的学生需要支援 我这里只有两百个大洋 你先拿去用吧 燕平 谢谢你 你谢什么 你不想问 这钱要做什么用的吗 我相信你 不瞒你说 我是替剑语筹的 他急需八百大洋 我想帮他 你跟他挺配的嘛 什么 你三分四次地从这儿 把他救出去 现在又帮他借钱 你告诉我 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你又来了 我可是把他当成未来的嫂子 我可是把他当成未来的嫂子 才会借钱给你的 好啊 既然你不喜欢他 那这个人情我就不必浪费了 这钱你别拿走啊 那你告诉我啊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他了 我 喜欢 我喜欢他 我喜欢他 你别盯着我看 好了 别喝了 会醉的 这两杯酒醉不倒我的 来 我敬你 恭喜你啊 晏平 我 感情再陪你喝了 我先走了 钱拿了就要走啊 就算我们常三堂的姑娘 也不能这么国情寡义啊 那 我陪你喝了这杯再走吧 行了 行了 走吧 别那么客气了 晏平 谢谢啊 别那么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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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滚 你吃饭了多少钱 你敢进 滚 少爷 怎么 不能进去吗 呃 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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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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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您怎么来了 你说呢 老爷子不在啊 我不是来找老爷子的 那您是 我是来碰碰运气 要碰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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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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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让 小兄弟 这是两百县大洋 麻烦你 这把 压大 哎 四五六 十五百厂大 大水 这是您的 谢了 麻烦你 再一把大 全压上 快快快快快开 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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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5 929 快开 感谢观看 不能借你一分钱 大少爷 这两百块大洋 你还可以拿回去 我要帮你的 只能帮到这儿 我送您出去 竟然连八百大洋都借不到 活到这么大 今天是我第一次 打到无能为力的乱 这是亏的 算了 你别这么说 你已经静谧了 我们还是自己想办法 你爹太敢进杀绝了 连亲生儿子都不借钱 摆明了刁难我们 白鹿 你应该体谅苏大哥才是 这本来就是我们女家的事 应该由我们自己来承担 张老爷子 愿意接下这份生意 已经是很让人 无间大洋还要打折扣 于情于理 也有些说不过去 可是能卖的东西我们全卖了 现在除了我们自己 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卖吗 如果是这样 也只能如此 剑语 天无绝人之路 这样吧 两天之内 我一定把八百大洋交给你 你要去哪里 我去借高利贷 没有用的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上海老大张树生的儿子 谁都认识你 没有人会借给你钱的 上海借不到钱 我到苏州去 我那里有几个同学 我去跟他们想想办法 你等我回来 小姐 没钱用啊 这哥几个玩玩给你一块大洋 怎么样啊 对啊 怎么样啊 什么事啊 我要借钱 借钱多少 八百大洋 八百大洋 借高利贷需要抵押的 你拿什么做抵押 我没有抵押 你也不打听打听 我金大虎 从来不放没抵押的债 来来来 金老板 我求求你 如果你不借钱给我 我就没有活路 我就没有活路 瞧你这小脸蛋 倒挺招人喜欢的啊 好 那我给你指条明路 你要是赶走 这钱就借给你 我什么路都赶走 你只要在上面画个鸭 这八百大洋 就是你的了 你要我卖身 我金大虎 不做人肉生意 你到时候 只要连本带喜的 把钱还给我 这卖身器 就是废纸一张 好 我画鸭 慢 我要看看 你的身子 值不值八百大洋 还要验过了以后 才知道呢 带她下去 看看是不是黄花闺女 是 走 脱衣服吧 不用我帮你脱吧 快点自己脱了 我可没有时间等你 请 请 请 金老板 我错了 你这回就饶了我吗 下一次 我再也不敢逃了 连本带力欠了四百大洋 不还钱还想跑 要是我饶了你 其他跟我借钱的人 都学你的样 我金大虎 不是得要饭去了吗 我求求你 我再也不敢了 你饶了我吗 再快劝我几天 要我饶了你 是不能的 你饶了我吧 金老板 要是废了他 我求求你 又觉得可惜 你饶了我吧 来 阿元阿进 好 你拉下去教训教训 是 金老板 走 我求求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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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 不要 不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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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白大洋给他 立席一天三十六 十天为一齐 玉齐一番三番 花鸭吧 你不要跑 是跑不掉的 刚才那个死丫头 就是很好的例子 是你答应给我一般 我才听你隐瞒的 别给他心不甘情不愿的 白龙 林老师告诉你 这一笔条是从哪来的 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吗 我在上海有个做生意的表亲 是表亲借给我的 表亲 二姐 你要是早说有这么个表亲 咱们就不用那么愁了吗 上次你就说 有个表亲在这当差 可是到了警察局 你又说没有 这一次 你又冒出个表亲来 你觉得我会信你的鬼话吗 啊 你不相信就算了 反正银票又不是假的 现在五千大洋凑齐了 我们去找张淑生吧 这银票 我是绝不会拿的 你哪拿的 哪拿回去 为什么 因为你在上海 根本就没有亲戚 你要是说不清楚 这银票的来路的话 我绝不会要的 二姐 你不会是偷的吧 她就是燕子李三 一夜也偷不了那么多钱呢 白雲啊 不是大姐不信啊 就是因为大姐觉得你太幼稚 龙龙忙忙做出一些事情来 这样 不就对不起死去的爹吗 我 我不能说 实话实说 我绝不怪你 我是买了 二姐 二姐你快说嘛 我都急死了 我是买了首饰换来的 当初让常伯去变卖的时候 我收了几件比较值钱的首饰 本来打算应急的 后来看到大家都在受苦 大姐身子都快愁垮了 忠诚和丹丹 每天在外面风吹日晒 受人白眼 我的心很痛 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 所以我变卖了所有的首饰 换了这些银票 我 我对不起 姐 我对不起你 二姐 不要哭 白雲 别难过 来 都是大姐不好 是大姐不好 我还以为你压了慢生气呢 原来是这样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假如你没留那些首饰的话 那个常伯肯定 不会比在上海外的价钱更好 你真聪明 我真高兴 我们姐妹之间 应该互相信任 我向你们保证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信任你们 只要我们姐妹之间 齐心合力 没有渡不过的难关 明天一早 我们去找张树生 这是本月赌场的进账 请老爷您明察 给帅府的贵妃都按时送过去了吗 都送过去了 不过 今年的收成不好 这收支呢 基本上能持平 如果在厅任官府卡邮的话 恐怕对底下的弟兄不好安抚 少爷有什么动静啊 少爷 昨天到赌场来过 按照老爷您的吩咐 没给他一分钱 少爷他跑遍了各家钱庄的高利贷 也都是空手而回 这小子 不让他尝一尝挫败的滋味 他就不知道 我是老子 他是儿子 老爷 门房说那名姓武的女子又来了 那您见不见 老爷不见 打发他们走吧 慢着 等一等 我进 那就请他们进来吧 等了半天了 张老爷架子这么大 我进去找他去 等等 我们再等一会耐心一点 这件事情毕竟是我们有求于他 对吗 对啊 那你们等吧 我不等了 等等 你们家张老爷子什么时候才出来啊 老爷子 吴小姐 吴小姐 我张某在江湖上一向是软硬不吃的 你今天不把五千大洋放在我面前 任凭你怎么求我也没用 老爷子 这就是五千大洋 您点个寿 没错 五千大洋 嗯 吴小姐 果然不错啊 啊 让我张某刮目相看 银票您是拿到了 什么时候 我可以拿到孙孝秋的人头啊 吴小姐虽是女流之辈 倒也干脆爽快 啊呀 给我 Power esempio这么多了 你快说什么时候查孙孝秋嘛 大白 不要 sino 不要这样子 敢跟老爷子这么说话 你不想活了 妹妹害小 请张老爷子还见谅 我的心情很好 不愿意开杀戒 你们改天再来吧 老爷子请留步 恕见语貌美 请问您一句话 讲 你们青帮的六字真言是什么 仁义理智性胆 好 你借口不愿意杀人来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愧不辱 你还是宁请别人吧 恕见语貌美 我是为了父亲报仇 你何必和小女子一般见识 自比也尊驾呢 不不不 吴小姐 你对王父的一片孝心 我数生非常感动 我如果哪天有不测的话 如果我的儿子能像你这样敬孝心 我就值一万分的福了 老爷子 您 不 说实话 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接这代生意 你 什么 我开五千块的天价 是为了让你们知难而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洛 老爷子chn 把 everywhere 转发 都湊入戏 把门对这说明镜与点栏目 买卖不成 人亦在 白洛 大姐 孙小秋才是我们的仇人 张老爷跟我们无冤无仇 不要强人所难 还是先回去吧 我要张老爷子 还我一个公道 我可以给你一个公道 阿德 到账房去支一千大洋 算是给五小姐赔个人情 是 谁心爱你的臭钱 你这算是侮辱我 我就是侮辱我 你的房子 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我会 nich教你们的 我可以带我 来 有没有 也不带我 我可以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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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我 我 请进 少帅 您的信 谢谢 是日本来的吧 可能是军校的同学寄来的吧 少帅 您对我们国内的形势 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军阀之间 就像是一盘散沙 谁都不服谁 所以 革命军真的要北伐的话 我是绝不乐观的 是 可是现在又没哪个人有这本事 能把所有的军阀都给整合团结起来 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剧了 好不容易推翻了满清政府 中国人自己当家做主人 却弄成了当今这个军阀割据的局面 一旦见北伐如果爆发的话 就会要打仗 真不知道要打多少年 到时候你打我我打你 一定伤了原计 外国人肯定会趁虚而入了 您是指日本人 他眼睛最大的 您认为我们中国人 有可能再次沦为王国奴吗 如果不团结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 哪里呢 我这里天气亮亮的 哪里呢 我这里一切都变了 我变得懂事了 我又开始写日记了 而哪里呢 我这里天快要亮了 哪里呢 我这里天气很炎热 哪里呢 我这里一切都变了